好,不知道同学们是否看完了,如果看完了,我们一起来,一起一起来看这篇文章的接下来第二段的原点 600 years ago,我们来开始讲这个Sir John Hockwood的故事了 那么600年以前,那你说早在600年以前,是不是也可以说As long ago as 600 years ago,是一样的啊 那么同学们,接着600年以前,Sir John Hockwood arrived in Italy,到了哪了呢? 到了意大利,带着啊,反正一什么兵,很多士兵,soldiers,其实就是我们这样的gunster,对吧? 那么I'm settled near Florence,这个地方大家可以不用记,能猜出了意大利Florence,中文叫佛罗伦萨,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城市 那么同学们,这里可能出现两个大家比较陌生的动词,的单词 一个叫band,是个名词,一个叫settle,进行时态的变化,是个动词 首先先来看,settle这个词比较重要,因为是常考的高考词汇 Go一起读settle,settle,当然注意它的过去是过去分次规则的,加个d就可以了 settle的,settle的,跟我们之前学的s-e-t,sack不一样 它的意思叫定居,安顿,老师那不就是住吗,leave,leave叫住 那你告诉我,定居和住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我们来研究相同一点,他们都是不及物动词 leave加哪个介绍,我住在北京,leave in北京 所以同学们settle一样,叫settle in北京 那老师,安顿在北京,定居在北京,和住在北京有什么区别呢? 来看看句子你就明白了 we live in Thailand,泰国,对吧? then Japan,日本,and finally settle in Singapore 最终安顿在了新加坡 前面用的leave in,后面用settle in 你看出区别了吗?区别就是leave in就是强调一般的住 而settle in绝对是你之前住过很多地儿 最终你尘埃落定住站了 这才叫最终定居,肯定你之前不在这儿住 能明白这意思吗? 比如说老师,i live in北京 那么我住在北京,我就是个北京人 那么同学们,但是可能40年以后 我走了各个国家 最终i settle in Australia 可能最后安顿在了澳大利亚 后半生也如此了 这就要知道,我先后住过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最终觉得新加坡环境很好 settle in Singapore 那么同学们,比如说一个例子 The family settled in a small town 什么意思? 这家庭最终安顿在了一个小镇里 肯定原来有奔波 原来不在小镇 并不是出生在小镇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在小镇干嘛呢? 那儿呢? 他们开了一个商店 Where they opened a store 就是这样 文章倒不难 那么同学们,来看 这句话就是说 600年以前,他们到了意大利 并且在佛罗伦萨定居了 前面他们肯定不是住意大利 刚才说哪儿了? English嘛 英国人 接下来第二 A band of soldiers 我只学过别的字组 比如a group of 一组 一队叫a team of 一群 a crowd of people 今天又来看一个量子 这个量子大家要学 因为band这个词的意思比较复杂 首先第一个意思就是它的原意 大家看到这些他们中文叫什么 叫皮筋 有人同学叫 或者叫袋子都行 袋手上 袋脚上 或者记在什么上 所以同学们 band的原意就是袋子的意思 比如说你现花 人家买一个小袋子 记在那花上 记一个小形状 那么这叫band 那么第二慢慢衍生 念出来 请了第二个意思 band band 很像中文哪个词 一帮人的帮 同学们 这个词叫帮 因为为什么来自于band 好像咱们中文老说 咱们几个是一根身上骂着 谁也离不开谁了 所以band后来只有共同力 或者为了一个共同目标 而奋斗的那么一伙人 往往有点消极 比如举个例子 说一帮歹徒 怎么说 aband of gangsters 一帮贼 aband of thieves 一帮强盗 aband of robbers 一帮士兵 当然 aband of soldiers 是这么来的 所以同学们 这就是band本个的意思 你中文翻译成 就比较给力了 来看最后一个意思 band的是我们现在流行的 由于慢慢一帮人 一帮人一帮人 转换在音乐中 有人想到了 音乐中又有那么一小团伙 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利益 我们叫乐队 这个大家估计 有些同学词汇量高 可能认识band的 第一个意思 先认识到乐队 目前的意思 殊不知 他有这么一个历史的演化 先有一个dive的意思 band现在还在用 后来有一帮人的帮 一个小团伙 第三才有你这个团伙 或在音乐中 叫乐队 当然跟土匪不一样了 所以同学们 这样的话 我们好像就能看出 这句话什么意思了 600年前 他到了意大利 带着一帮兵 能明白意思吧 一帮兵 你用a group of 可以一组 但感觉 就没有帮 感觉特别紧 而且至极有共同的目的似的 这目的性就不强了 如果你用group 并且定居在了 弗洛伦萨附近 而不是in 弗洛伦萨 不是在的里面 he still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nd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nd the Giovanni Aguto 不用读这个意大利语 同学们 知道 Giovanni 乔凡尼 这就是意大利的名字 这个不用读 那么要我就读成GA 但是重点是猜猜 什么叫made a name 难道是到了意大利 才起名吗 做了一个名字 哎呦 他能猜出来 make a name 咱们中文不也这么 叫一举成名 这叫成名 同样你在附近 再几个词组 这两个老出现 叫make a fortune F-O-R-T-U-N-E 大家知道 fortune叫财富 你知道什么叫make a fortune吗 he still made a fortune in Italy 叫发财 哎 有名有财嘛 一个叫成名 叫made his name in somewhere 一个叫发财 he made a fortune he made a fortune 比如这哥们是靠 导房的发财的 不懂什么叫导 就是卖完再买 卖完再买 那就是 he made a his fortune 通过buy buying and selling houses 不就这么来的吗 那么他很快就在那成名 被所有的意大利人称作 这个人给他起个意大利名 那么同学们 接着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whenever the italian city-states were at war with each other how could use to hire his soldiers to princes who are willing to pay the high price he demanded 这里首先我们以前说过 when 后面叫ever ever叫无论 ever叫无论何时 那wherever 自然叫做无论哪里 那怎样 无论怎样叫做however 那当然 无论哪一个叫whichever 无论是谁叫whoever 那么同学们 这里是无论何时 意大利的city-state 注意city叫 是这个 这里大家不用记 这个叫城 那么state叫bonds 城邦是什么呢 就像咱们春秋战国 战国不是一个国家 是由奇土燕寒 赵魏勤 各个state所组成的 就像美国叫United States 它是一个小邦国 这个大家不用记 无论何时 意大利的各个城邦之间 据说当时 这个意大利有很多城邦在交战 这是霍苗祭词组 叫be at war 当然be都不用记 你就记住at war 这个词叫交战 尤诺老师什么意思 这就是一个小的语法 f加名词啊 往往跟这个名词 发生抽象的活动 比如举个例子 大家能明白h的hotel 和in的hotel的区别吗 注意in就是表示 在这个建筑的里面 然后我们叫在宾馆里 但是你未必住点 但一旦跟你妈妈说 妈妈你不用担心 我在国外的时候 I'm living at hotel 或者我怎么怎么样 at hotel叫住店 它要跟这个店 发生抽象的活动 比如什么叫at school 我们不要发现 在学校里中文叫上课 跟学校发生了活动 那比如再举个例子 你猜的什么叫 I'm at the restaurant 很好吃饭 那什么叫at the cinema 看电影 at the city theater 看听戏 没问题吧 同样at war 不要发生在战争中 叫交战 那s这一点叫b at war 首先当乌勒和时 他们交战的时候 how could you still 往往过去常常 我们学过了 hire his soldiers to princess 什么意思 hire 好像刚才提到 那么同学们 这个词很有意思啊 一定要辨析好 这个词叫租 老师我们还学会有租 叫rent 应该有点印象 这俩租什么区别呢 很简单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 我们都租过自行车 租到这儿 然后七五百米两站地以后 再到那国外 都有给它还了 这叫租自行车 你会有rent a bicycle 还是hire a bicycle 答案是hire 为什么不用rent呢 很简单 记住 hire是短租 而rent是长租 判断短租长租的区别 就在于 rent要每年每月 都得收租子 那hire估计就收一笔 那你租自行车 能偿到哪去 顶多一天就还了 也不能天天收你钱 这叫hire bicycle 所以中文最后翻译成 我觉得租顾都是大 一说顾 那我估计就偿不了了 那同学们继续来 apartment叫公寓 租公寓呢 是不是这时候 就一定得用rent了 因为你租租一年 越越要给它交房租 房租名词也叫rent 那同学们再来看 大家见过吗 叫大厅 租大厅 你就想想 人们为什么租大厅 肯定不是住 比如租个婚礼礼堂 这不就是举行个婚礼吗 是用哪个 叫hire a whole 没问题吧 好那么同学们再来 land叫租地 农民伯伯或地主 把地租给农民 农民把这个地租给我 那这时候肯定 他要收租的 叫rent a land to me 是不是这么来的 好接下来 a wedding dress 叫婚礼的连衣裙 这不就是婚纱吗 租婚纱 明白就应付婚礼一天 所以这时候 就hire a wedding dress 那同学们 最后lawyer 你能租一个律师 御用大律师天地跟你走吗 肯定是hire 他只是用一回打个官司就完了 所以hire有两个 家东西叫短租这个东西 家人叫雇佣 雇个律师 雇个什么什么 雇个比如说在国外 雇个给我扛包的人 hire boy 雇个孩子 给我扛东西 这叫hire 所以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看 这里他想表达什么呢 既然人 他通常啊 给女王或者王子们 这里应该是指王子了 雇一些士兵 把士兵输送到他呢 而这些王子们怎么样呢 be willing to do 一定要被叫 愿意去做谋事 很愿意 花高昂的价钱 他需要的 谁需要的呢 自然是这个 sorry how could需要的 注意这里有一个小的定义通知 大家能看出来吗 在名词后面 加了一个主语和畏语 这是一个小句词 倒着修士名词 他要求的价格 那老师 联词哪儿去了呢 联词应该有个which he demanded 他要求的价格 那么能看出来吧 一个这时候 是一个最完美的定义从剧 从剧后左边 跟一个名词 我说位置就是price 那么还记得吗 在定义通知中 咱们讲过 联词一旦在从剧中 做什么也就可以省啊 做比语 你看这price 是不是做 he demanded的price 他要求价格 所以可以省去 就出现这么一个结构 叫the high price he demanded 但是你翻译要倒着翻译 去画一些 他要的这个高昂的价格 于是这些第二个重点动词 重点中的动点就是他了 各位去读吧 要求demand 他的意思语气比较强 我们叫强烈要求 中文你发现要求就可以了 再来一遍 demand 这个词可是一个核心动词 中考高考都挺重要 那么同学们 首先来看demand的三大用法 第一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demand a price 要求一个价格 所要一个价格 他后面可能直接就加一个名词 要求某物 而且非常强烈的要求 比如猜在这什么意思 demand an apology 我们刚才看到一个apologize to somebody 向某人道歉 apology就是他的名词 叫强烈要求某人道歉 demand an apology 我要求个道歉啊 那同学们再举个例子 demand better pay 往往注意都是工人 the workers demand better pay 工人要求提高更好的收入 增加工资待遇 那么同学们再来看第三个 demand wants attention I the teacher demands your attention 要求你们的注意力 不就是让你们注意点吗 要求你们注意我 好 那么同学们你来造一个句子 这个工作要求耐心 the job the work 或者很多标表工作都行 the profession demands patience 没问题吧 所以同学们 这就是demand加名词 要求什么 就把东西搁后面 那么第二 demand可以直接加tod 要求去做某事 你看个句子就能明白了 I demand to know what has happened 我要求去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有钱知道 我要求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家 着了活你不告诉我 为什么呢 不行 那么同学们你可以造一个句子 我要求见经理怎么说 我要求去 to 见 叫see 经理 the manager the director 都行 所以出来了 I demand to see the manager 这不就是demand to do的用法吗